四強號撞上土石流的意外 和二零二一年泰魯閣號出軌地點 只隔短短一百公尺 不過卻沒有觸發警告系統 對此臺鐵解釋 因為這次並非落實直接砸落 然而事發當下列車停靠隧道 旅客只能被迫下車徒步脫困 移動的時候充滿危險 不免讓人懷疑 臺鐵是不是螺絲又慫了 旅客打赤腳踩在滿地泥泞 緩緩從隧道走了出來 場面相當驚險 走過來 上面 走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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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路面整片都被土石與泥沙覆蓋增添 步行難度 尤其對年長者以及小朋友來說 更是危險萬分 臺鐵二二九次薪資強號列車 二十一號撞上土石流的出軌意外 導致整車將近五百名旅客 只能下車徒步脫困 大家就是往車廂後方的 出地方移動到就是另外一個地方 一定要有區間快來做接駁 那第三節車廂以後的一個 就是情況乘客 基本上都是相對平安的 喬合的是這事故地點 清水隧道西陣線五十一 K處距離二零二一年的 太魯閣號出軌地點 只隔短短一百公尺 周遭早已設置告警系統 卻未被觸動 臺鐵解釋 因為這次事發並非落實 直接掉落 告警系統才會沒有及時發揮作用 上次在魯閣的那個是在東線 但是這次的不是石頭砸下來 這次是旁邊的野溪 土石流漫溢過來 由於這幾個月花蓮地震不斷 造成土石鬆動 加上連日午後大雷雨 就擔心還有其他路段也有土石流風險 對此台鐵市井和平到崇德之間 包括和平站和人站以及崇德站 將會是近期重點監測區段 地震加大雨釀成酒傷的嚴重事故 天災之外 台鐵列車的告警系統沒發揮功能 有沒有人員舒適 還需要後續釐清 記得這樣吧 감사합니다 好 好 m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